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有人问 你们说所有事情都是上帝创造的 那请问上帝又是谁造的呢 这种是philosophical的问题 就是哲学家就来探讨 甚至想要反驳 你们说的不对 好 上帝又是谁造的 你说所有都是有造的 都是被造的 那上帝又是谁造的 好,很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动画影院 有的人认为 如果万事都有因 万物皆由创造而来 那么因为有位创造世界的上帝 那么请问你 那上帝又是谁创造的呢 听起来好像也是有所道理 好,我们就看一个 YouTube 但这一集呢 可能在一个月以后才会做出来 或者几个礼拜以后 反正在六月底之前一定会出版 我们已经设计了 还没有做好 好,但是呢 我们就来用它里面的内容跟大家解说 现在请大家看 这个小小的短片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动车 火车 传统的火车 它的发动力 是可能柴油等等 不是指现在的电车了 我们都理解其中的道理 好,我们就用这个 我们都很清楚明白的 我们来回应刚才那一个 听起来也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问题 好,问题就在这里 最后一节车厢 它是怎么来的呢 我周一方是怎么来的呢 是有我前面我父母亲生我的呀 好,那么父母亲又是哪里来的呢 是我们的祖父母来的呀 是的 好,火车一直推推推 最后推到了第一节车厢 就是火车头 就是引擎 那么会问 那请问火车头 你又是谁来牵引你呢 他说如果还有谁来牵引我 我不叫火车头了 我就不叫火车头 我就跟你们一样 也就是说 人类的一直推的话 它有一个起因点 有一个始祖的 也就是说万物都有因 但是推到后来 若是上帝的话 你还问 上帝你造了 那请问又是谁造了你呢 好 我们就要问 如果你这样子问的话 这时候我们要记得有一个叫做by definition 就是按照定义来说 你现在用一个中文叫做上帝 我也用一个中文叫做上帝 那么我们又都用了这个中文字 好不好 我们先界定一下是什么意思 否则我们两个都用一个中文 可是那意思根本就不同的意思 那我们这样沟通有什么样的基础呢 所以我们要问上帝到底是什么意思 按照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 神是灵 这是耶稣说的 拜祂必须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祂 就是in truth and in spirit to worship him is the spirit 如果有上帝的话 祂不是一个血肉的物质 好 所以我们先如果讲到上帝 那我们先讲这个 好 如果在谈论不同宗教比较的时候 神啦 佛啦 菩萨啦 上帝啦 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们谈论到这一个的时候 我们要先定说 请问你现在讲的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 如果是这个专有名词叫做上帝的话 祂是一个supreme being 就是最高等的生命 祂是全能 祂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祂不能够 祂是永远存在的 祂是不需要有任何的因素使祂存在的 祂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永远存在 有意识的 这一位我定义叫上帝 你同意吗 我们同意 我们才可以探讨说上帝存在还是不存在 我们先需要同意一个我们探索的一个东西 上次George有说有人问的说这个unicorn 独角兽存在不存在 我们说好 在谈论这个你先告诉我独角兽是什么意思 然后他说可能长什么样子 什么什么样子 头前面就一只脚 这样一个东西 长相是这样 我们都同意了 我们才可以去说 在市场上有卖还是没有卖 所以同样的上帝到底是什么 我先没有说 有还是没有 我说我们谈论这个东西有还没有 我们连谈论什么都还没有一致的界定 我们怎么能够说它存在不存在 你先告诉我 我们谈论什么东西吗 然后有个人问问 你觉得那个存在不存在 我说你那个 那个是什么意思 说那个就是那个 我说你说的那个那个 跟我说的那个不一样怎么行啊 好 好 这一个 当这一个来确定的时候 接着我们问说 这样一位上帝他是谁造的 我说大英百科前说里面 他说这个 Capital G-O-D 他的一个definition叫做Creator 他是创造主 所有东西都是被他创造的 而他不被任何东西所创造 他才叫上帝 他牵引所有的车厢 而他不被任何车厢所牵引的 他才叫火车头 那你说请问火车头 他前面那个车厢是谁 我说如果你这样问 他就不是火车头 请问上帝他妈是谁 我说你这样问 你这个问题问错了 上帝没有妈 懂呗 好 好 根据这一个呢 有一些的探索就可以了 在十三世纪呢 有一个哲学家 他是信上帝的 他说怎么证明呢 上帝是独一的 有人说你们信一个上帝 我们信我们的我们有一万多个 我们好多都是可以拜的 我说请问你 你上帝是什么意思 如果上帝是这样的话 那我假设天底下有两个上帝 那个philosophers 他就说先假设天底下有两个上帝 这两个上帝想干嘛都干嘛 而且都根据他的意思来干 他不需要听任何人的 那请问你 这两个上帝怎么摆平这个世界呢 他们两个是两位各行其事 他们两个意见不冲突 他们两个怎么会不冲突呢 他们两个意见冲突的话 谁听谁的 谁先发声 谁后发声呢 所以他们在同一个平面 同一个领域中间 要行使他的意思的时候 这一个不混乱才怪 而我们看见了 这个是不可能存在的话 所以证明上帝 如果按照这一种定义的话 他必须唯一 所以这就是数学的一种证明法 我先假设有两个 最后呢推导出来说 这两个天无二日 他不可能同时存在 所以说 按照这样的 有一种supreme beam 他只能唯一 好 这就是在理论上面 数学上面的证法 所以这个可以 借着definition 所以要记得 定义是件很重要的 他说我姓佛教 我姓天主教 我曾经问过这两个人 一个是我的好朋友 电子学博士 在将近三十年前 他说你信了耶稣 我信了佛教 我说请问你 你告诉我佛教在信什么 他一分钟之内答不出来 我有个同事 他说你不要跟我传教 我是信天主教 我说那你告诉我 天主教在信什么 他又答不出来 所以 如果人家问你基督教 你是 他说请问你基督教信什么 你也答不出来 那大家都是胡闹 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所以呢 definition 很重要 好 而按照圣经上面 十诫里面 摩西问神说 他说人家 他遇见上帝 人家会问我说 你叫什么名字 我怎么跟人家交代 我怎么跟人家交代 我在山上遇见上帝 那人家说你的上帝叫什么 叫啥名 长啥样子 怎么回事 神对摩西说 你告诉他 I am who I am 中文的翻译的意思就是说 我就是 我是 我就是 那一个永恒存在的 我想 是什么 就是什么的 这一位 这就是 我们 所 信奉的 上帝 好 所以他必须是 自存的 永存的 无所不能的 好 这是他的 本质 他也可以这样来称呼他 所以在圣经里面 他说万有都是本于他 倚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于他 直到永远 阿门 所以万物的存在 也包括我们现在去 发现一点点的东西 都还是他已经创造好的大自然呢 我们的存活 加州现在 没有产生 这个 岩浆喷出来 这是本于他 那 纽约没有被大水淹没 那是倚靠于他 我们最后是归于他 所以 这来回答 就是 那个火车头的意 好 所以 这边呢 就是借着这个 我们来让大家知道 有些人相信诸天神佛 但是问起他宇宙的起源的时候呢 他的认知跟无神论其实相去不远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问起信佛教的人 请问你宇宙的起源是什么 我看过书 我也看过 我也听过 佛教徒跟我讲的 这个宇宙无始也无终 一切都是因缘而起 也就是说 有一些的书籍说 纯粹的佛教 它是一个无神论 也就是说 他所认知的体系里面 没有一个起源的上帝 所以 真正来说 严格来说 把它归为无神论 分类 这才 合适 但是基督徒的信仰的对象 乃是一个 独一 对不对 少了一个字 是独一的 创造者 他是所有的起源 是第一因 好 上帝是谁创造的呢 这个本身的问题 就违反了上帝 这个名词的意思 上帝 如果被创造 那么这个就一定不是上帝 我们谈论的不是这个东西 我们谈论对象 上帝是所有的第一因 他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因素而存在 他永恒 全能 而他创造 好 在 当然这边我们可以再重复的 我想我不在这边重复了 所以要鼓励 我们来认识 永恒的上帝 自有 拥有的这一位 要去认识他 要带着一个 谦卑的 认真的 一个态度 相信可能有他 我要来寻找他 看看是还是不是 好 那么 这个单元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现在 现在我们可以 打开麦克风 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来探讨 好不好 现在我们的时间有一点过了 好 不过今天 我想大家的问题很有意义 我们现在就开放 请大家有问题可以发问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